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大爷 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直播间 你的下一台电脑 何必是电脑 有没有可能是iPad呢 那么来到2022年 全新一代iPad Pro升级了桌面级别的M2芯片 它到底表现怎么样呢 咱们抓紧开箱 这里你看到两个部分 一个是我们的iPad Pro 202款本体 还有是妙控键盘 12.9寸拿在手里可是不小 来到背面这里呢 环保理念去掉了所有的塑料贴膜 我们撕掉纸质的封贴 来看一看第六代iPad Pro 纸盒很厚啊 拿在手里冰冰凉的感觉 纸片的部分不展示了 三包卡在包装之外 下方充电器数据线 注意充电器是小巧的20瓦充电器 而线材这边则是采用了编织线材 日常的使用会更加的耐用 不会像早前我们熟悉的iPad iPhone的数据线 一段时间使用之后容易弯折 我们撕掉包装 相当的有气势的感觉 在上方的WiFi板是天线条带的位置 下方是苹果的logo以及我们的金属触点用来连接我们的外接设备 整体的外观的部分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手感上面真的是和之前的M1版本 以及更早的第四代iPad Pro没什么差别 正面部分 12.9寸的硕大屏幕 拿在手里的话还是颇有质感 口说无评 我们还是要拿出之前版本的iPad Pro来做比较 可以看到从外观大小到按键布局到厚度部分 和之前的版本都是别无二致 一模一样 所以外观部分咱们就不和前面过多比较了 接下来开箱的就是妙控键盘 售价2000多元的妙控键盘刚推出来的时候引起的争议还挺多 但是现在看起来还是有很多专业用户在使用这个键盘 因为下方的妙控板确实比较的好用 撕掉贴膜 继续撕掉贴膜 去掉纸片和衬板 来看妙控键盘的本体 一就是我们熟悉的构造 在下方是有Type-C接口的一个充电 其实经过我们最近两年的使用 我自己感觉这个妙控键盘 对于我自己来说它更像是一个支架 我在出门的时候其实是很少带它的 因为觉得有一点点重 但是回家的时候如果在使用的时候 直接把它往这一摆 它就可以很结实的摆放在这里 如果想要带出去的时候 我会直接把这个平板拿下来放在包里面这样 好那么搭配在一起之后的重量 我们看一下 全套设备已经来到了1382克 这个重量其实已经和很多的 Windows超级本差不多了 所以我在出门背一个笔记本的时候 就很少再带这样一个全套设备了 最多的话只会带其中的iPad本体 好了那既然比较到这里 两边差别并不大 更多的一个变化就是这次的M2新线 咱们抓紧看一下这次在性能方面有什么不同 强劲的性能要靠软件呈现 这里工作人员为媒体展示了 即将上线的知名视频剪辑软件达芬奇 媒体行业的用户应该对他很熟悉 达芬奇和Premier以及Final Cut Pro 都是桌面端最常用的专业剪辑软件 从演示上看 目前的iPad端达芬奇可以轻松剪辑 超高码率的高分辨率视频 你可以很快速的预览时间线流畅的拖动 不夸张的说这个预览的顺滑程度 甚至比我个人的Windows桌面电脑的预览 还要流畅一些 拖动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延迟 从现在的界面和展示的功能来看 目前iPad上的达芬奇和桌面端的达芬奇 在软件界面上已经十分的接近了 完成度很高 这里可以看到达芬奇软件 赖以成名的视频调色功能 在iPad版本上面同样得以呈现 专业视频剪辑人员可以更加精细化的去修图修视频 而使用iPad手写笔则可以实现在桌面端达芬奇软件的神奇遮罩功能 这里可以轻松快速的选取出视频的主体 随后再经过iPad的实时运算并且渲染 人工智能的加入使这一切变得快速且不可思议 看起来经过一年多M1芯片在平板电脑端的强劲性能表现 已经打动了越来越多的专业领域的知名软件厂商 那你还希望哪些行业软件推出iPad版本可以打在弹幕上 现场还为我们展示了很多其他行业的软件 包括医疗卫生人体解剖教学等等 凭借M2芯片的能力都可以很好的呈现 那接下来是三维软件 其实现阶段在iPad上面已经有一些三维软件了 只不过还没能形成完整的工作流 那这里工作人员给大家展示了建模软件和Octane X渲染器 那其实这款渲染器CG行业的用户应该不陌生 知名的科幻美剧西部世界的片头 据说就是由这款渲染器来完成的 那凭借着M2芯片的强劲实力 以及iPad屏幕的高素质 相信iPad未来会融入到更多的CG专业工作流当中 接下来这个功能升级我觉得是很重点的 不过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那经常使用桌面电脑加鼠标的同学 肯定熟悉这样一个操作 就是悬浮预览 当我们将鼠标移到某一个图标或者文件上的时候 预览信息就可以看到文件里的一部分的内容 而在一些专业软件当中 鼠标滑动拖动就可以看到时间线预览框等等 并不需要点击进去 这样可以提升工作效率 但是以往在iPad平板上面它都是纯触屏的操作 你是不能够预览的 效率自然也不能像桌面端那么高 而今年的Apple Pencil终于支持悬浮预览了 那现在为你展示的是即将上市的知名绘图软件 Procreate 5.3的测试版 你可以看到当Apple Pencil距离iPad屏幕 还有1厘米左右的位置 就可以对于画面进行预览了 你不需要像以前一样要点击进去 再点击播放 悬浮着就可以轻松的查看每一个图标的绘图过程 以便提高工作效率 而当我们在画布上操作的时候 手写笔悬浮状态下 画家可以实时预览画笔的大小 调整画笔的大小以及透明度是十分的方便 要知道以往在桌面电脑上 我们通常需要配合专业的绘图版 再加上键盘的快捷键才能实现 如今在平板电脑上可以更轻松的完成了 再来看一看修图以及调色软件 以往我们需要点击不同的配色方案 反复的去验证试验 过程还是比较麻烦的 那现在使用触控笔的悬浮功能 就可以在不接触屏幕的情况下 快速的预览不同的颜色搭配 效率也大大的提升了 回想以前Apple Pencil只是一个写字绘画的工具 它只不过是比手指更加精细而已 但是经过了今年的升级 Apple Pencil更像是电脑端的鼠标了 能实现更多的功能了 相信以苹果的号召力 未来将会有更多的软件 适配悬浮预览功能 当然我目前实测了一下 现阶段Apple Pencil的悬浮功能 只有在最新的M2芯片的iPad Pro上面 才是有效的 好了那看完了我们现场 对于M2芯片体验的一个情况 不知道大家觉得今年的 iPad Pro第六代感觉如何 你觉得它未来能否替代笔记本电脑呢 那在上一个视频里面 咱们介绍了iPad 10代以及它全系列 一共是5个产品 在组合在一起之后呢 其实在形态方面和iPad Air 是可以相提并论了 再到这一个视频里面 我们体验完最新款的第六代iPad Pro 我个人感觉的话 苹果目前的策略就是 一款iPad要覆盖 从低端入门级别的学生 学校用户群体 一直到中端主流的娱乐人群 再到高端专业领域以及细分行业的用户 一个第二总结就是它全都要 从2010年至今的12年呢 iPad也确实发展成为了一个 庞大又细分的家族 而在产品价格上面呢 2000多元 3000多元 4000多元 5000多元 每隔1000元都有一个守门员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如今的iPad 你会说什么呢 欢迎大家打在弹幕上 好了 这里是科技美学 这是我们体验的两款iPad全系列家族产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的下一台电脑 何必是电脑 有没有可能是笔记本呢 到了 非 要遏 未经许可 牙